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我是老頭Ottoman 歡迎歡迎歡迎 今天呢我們這一集呢 要開始蓋我們的 猿人巨橋 應該這樣唸嗎 我連忘記要怎麼唸那個名字 反正就是需要兩隻猿人才能執行的一座橋樑 這種東西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啊所以說老頭今天來試試看 那說真的啦就是老頭最近呢還蠻累的 還在想說要不要稍微停止更新我們的方舟方塊世界啦 因為每天更新 其實 還蠻趕的 像是昨天老頭人沒日沒夜的做了一個神秘計畫喔 神秘計畫 什麼神秘計畫勒 我已經有在我的YouTube這個上面這個 社群裡面放了一張照片 各位都有在猜 我叫各位說來猜猜看老頭最近要執行什麼神秘的龐大計畫 因為他需要動用蠻大的工程 然後很多人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啊 瘋狂的猜測啊 但是呢 沒有一個猜對的 哈哈好爽啊 沒有一個人猜對 好爽 不過這個工程目前已經完成了20% 我們還有80%要完成 不過老頭大概就會使用這個 閒暇的時間吧 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 把它完成 這個東西我就暫時不公佈是什麼了 給大家賣個關子 因為這算是一個老頭的 應該算是老頭一個構想啊 就這樣子了 我們能透露的東西不多 透露出來 全部講出來就不好玩了 是不是 牛龍大哥 你是不是肚子餓了啊 拜拜 還跑出來啊 算了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呢 應該也不會先去那麼早抓巨人 如果那麼早抓巨人今天這一集的 遊戲時間就會很短 那我們現在做什麼 我們呢就是要來玩一下我們的閃彈槍 因為上一集也不是上一集 前幾集老頭有說過齁 等到後面那個我們的機床做出來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 玩我們的其他的武器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剛好我現在材料應該也非常的多啊 老頭呢 挖了大概8000年 還是1萬年這麼久了 終於有這些材料可以拿來做我們的武器 附魔應該也是不用怕沒有材料吧 我們收集的東西夠多啦 真的 收集的東西夠多了 欸這個 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我還沒有拿來玩耶 我們要不要各做一把 可是我們材料像這個就缺了 手電筒附件 然後這個是需要 銅錠我們少一個 消音附件我覺得簡易瞄準鏡比較OK吧 弄個瞄準鏡好了 其他的就晚一點再說反正消音就是沒聲音嘛 手電筒就是 燈光嘛就這樣這麼簡單而已啊是不是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的散彈槍 我們的木炭 這邊一定很多84個非常好 該做火藥囉 怎麼只能做5個 我們火石粉不夠 火石粉用碎石做做100個出來好了 OK 我現在把我們散彈槍拿出來玩 我的散彈槍 槍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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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彈槍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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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噢 湯瑪斯金孔鼠 你好 因為你永遠都是一臉金孔的樣子 阿嗤 我看到了我都嚇到了 以後就叫湯瑪斯金孔鼠 看起來金孔金孔的 那這個一定是曾經受過那個心靈傷的創傷 才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的 我們回來我們原本的這個研磨器 終於做好了 我們可以開始來弄個子彈了是吧 阿子彈至少多一點嗎 彈藥 可以了 睡眠標到時候會拿來做阿 又睡眠標之後拿來馴服大型恐龍 非常好用 這個到時候拿來馴服霸王龍的 在那邊先稍微講一下 結果我只能做18 太陽的火藥就要9個 完蛋了 感覺真的有點少耶 然後現在這個散彈槍是可以兩發這樣子 我們把我們的散彈槍放進去好 看可以改造成什麼樣子阿 那可不可以裝這個阿 不行 我來看一下他可不可以裝 瞄準 不行 一般的左輪可不可以 也不行 欸 這可能是拿來裝 喔 喔 阿對阿 手槍阿 阿為什麼咧 丟 不給裝欸 這是什麼情形 好啦 可能是還沒有開放吧 我也只能這麼想 是吧 應該是還沒開放 好 我們把我們的槍放進去 我們的槍 放這裡 然後需要什麼材料 喔 這只要銅錠就好了 銅錠跟木頭 非常好 銅錠 那還有什麼問題 割了銅錠目前就是最多的那一種阿 而且又可以開始燒了 所以我必須要稍微找一下 應該在這裡 我怎麼老是忘記阿 阿對了 所以跟各位稍微講解一下 老頭去遺跡之後呢 其實也是挖到了不少寶物阿 阿你看像是我們的鐮刀 喔我們找到了死屍鐮刀 而且是鋼製的 阿 很可惜他不是武器 他是拿來採集用的 但是攻擊力又160 阿我們還拿到了精良鐵斧 阿還拿到了這個原始古之魔杖 超好笑的 這個古之魔杖 比這個木之魔杖還要優秀阿 所以說其實這一把可以丟掉了 這把可以丟掉了 然後閃光魔杖呢 我是拿那個飛馬腳去做出來的 阿這個也不錯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採集速度非常的慢 阿這個採集速度 這個採集速度還比較快一點 阿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說其實這一把還好 但是這一把真的採超快的 我不知道什麼阿 反正就是一秒大概採三下吧 沒辦法一秒採兩下 這個大概一秒採一下 再有一下密 阿拿到一堆什麼優秀的弓阿 精良鐵矛阿 什麼一大堆 阿就是沒有藍圖 我本來是想要刷藍圖 但是刷不到 那就算了 二號槍管 不知 我 變出了 再一次好了 傷害提升準度降低 他這個附魔都隨機的 改造都隨機的 我準度提高 哎 怎麼有點長到我看不太到啦 那太長了吧 算了 二號槍管看起來比較屌 有沒有 然後再來是槍身 二號槍身 穩定性 哇這個二號槍身這個 這個外型我喜歡 這個稍微有點縮水了 就二號吧 再來是彈夾 彈夾沒什麼太大的改變阿 射速提升四四九點八 這邊又提升 二階段提升 其實這個彈夾就沒什麼變 看不出來哪裡有變 好我們拿下來玩 我們要附魔齁 先來附一下魔好了 再把他丟回去好了 哎 啊我還槍底的 好在這裡 再放一次 我想要復活屬性 哇靠這個 復一次居然要二十五顆 我們有水的 有水的 好隨便拉 復一下水 復開了隨便 耶啊 出來啦 吃我一發 nice oh yeah baby 啊 吃我一發 他這個持續性傷害蠻高的耶 哈哈 好這個聲音還蠻兇殘的 可是他好像對遠程沒有什麼效果吧 哇 原來子彈是擴散型的 而且是 他不是兩發 他是那種就是好幾個萬劍 萬劍齊發那種感覺 靠近的話傷害會更大 有沒有 十七十七十地就還沒打死 水屬性不克他們 如果用火屬他找死定了 打 再打 傷害好低喔 還不如拿左輪有沒有 我覺得這應該是屬性的問題啦 我覺得是屬性的問題 好這是我們的散彈槍 好啦接下來呢 我們要準備去抓我們的圓人了 因為我們要這個圓人呢 才能啟動我們的圓人巨橋 我們的圓人巨橋 我看一下在哪裡齁 我在這邊 圓人吊橋 巨猿吊橋 我講錯了 那必須要兩隻巨猿呢 才有辦法 使用這個吊橋 其實我還蠻好奇他到底長什麼樣子 他只需要一百個 木頭 一百二十個木頭 三十個鐵塊 八十個毛皮 這是毛皮吧還是皮革 這應該是毛皮 這應該是皮革啦 然後就可以做出來了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抓兩隻巨猿 好不好那我廢話不多說 滾 我們去找看看吧 OK 兄弟們我們現在找到了這一隻巨猿 是一個雄性的巨猿 我們下來挖一個坑 讓他掉到這個坑裡面 應該會比較好抓一點 我們先把這隻狼給弄掉 走開 笨狼狼 滾 笨狼走開 笨狼走開 滾 笨狼走開 把他弄死 不知道他到時候會來亂我 因為我是不知道這個巨猿他是 他是怎樣的一個攻擊模式 所以說我們就直接挖個地洞 然後在旁邊進行餵死好了 因為說真的啦我也不知道 怎麼講 我也不知道他會不會主動攻擊 然後就停止餵死 我們最保險的方法 畫應該是 我看這幾格 六格 再挖深一點好了 再這樣子 先把他引到這個洞裡面 先把他引到這個洞裡面 OK 然後我們在從旁邊再挖一個孔衛斯塔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用果實的話 應該是有辦法直接餵吧 我要吃紫色果實 他應該會主動攻擊 我覺得他應該會主動攻擊 嗨 原人格格 一個人嗎 他會不會主動攻擊 靠北啊 他會啊 哎呀 這麼的兇慘啊 寂寞的兇慘 你掛過來 哇 直接穿過我了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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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死他 不要打死他 啊 可是很痛 可是我要死了 你不能打他 但是我很痛 哈哈哈 原人 你不要這麼兇 原人 來來來來 我們那個洞是不是挖得太小了 真的耶 我發現我這個洞挖得有點小耶 哇 這怎麼抓啊 哈囉 哈囉 你好嗎 哦 我是不是要在旁邊再加蓋一下 餵你 你有在加嗎 重新疊加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不太行 我們一定要用著一個一個方法才行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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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不會生氣的樣子耶 哦哦哦生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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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會死 我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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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你 啊就你區區一隻原人 這囂張什麼啊 來來來來給你尻啦 給你尻啦 好不好 給你尻啦 你跟我過來這邊 你到底要不要下去這個洞 還是我把你推下去 哥哥把你推下去好不好 怎麼那麼難搞啊 欸下去下去下去 下去 為什麼你不下去 我有個方法 我們拿十字弓傷害太高了 好不好 十字弓傷害實在是太高了 這是我們唯一能做的 他跑去哪裡啊 這個小桃皮 小條皮跑去哪裡 欸人類 哦這準備要 你就自己掉下去啦 哎呀 好聽話 哈哈哈哈 氣死我了 什麼巫術啊 這什麼巫術你說 正準備要 正準備要拿攻射你了 你居然給我這樣搞 非常好 嗯 這條皮啊 調皮鬼啊 調皮 好吧 那既然這樣子 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 以防他攻擊你 不知道這樣行不行得通 我個人是很懶得 用跟蹤的方式餵死啊 好不好 我個人是很懶得用跟蹤的方式餵死 所以我會比較想想要傾向於這種方式 好然後我肚子餓了搞什麼 這種方式基本上算是以前我玩方舟生存進化的一種萬用型 你就只要在這邊待著 掛網 待著掛網 等到馴服的那一刻起這樣子 然後 只是多少你會擔心你的 石像鬼會不會有 有不好的遭遇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你石像鬼可能就是想辦法 讓他變石像就沒事了嘛 對齁 都忘記我們石像鬼可以變石像了 快變 變回石像鬼 好這樣他就沒問題了 好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在這邊不斷的等待餵死 等待餵死 他就是我的了 好啦我們回來啦 好我們成功的抓了兩隻巨猿之後呢 待會我們 就要開始建造我們的巨猿吊橋 好你看這兩隻巨猿看起來長一模一樣有沒有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個方舟方塊版本的巨猿看起來呆呆的這樣子 然後 我抓到的是一公一母 之後他們兩個人可能可以來個交配齁 看可不可以生一下這個巨猿小寶寶齁 好啦這是以後的事情啦好不好 以後有機會呢 我們所有的小寶寶能夠生一輪就讓他生一輪 讓他們看一下看一下這個 小寶寶長什麼樣子齁 那像是這種石像鬼呢 他的性別是無的 這種就是沒有辦法進行交配的動作 所以說 各位就是不要一想天開了 有什麼石像鬼交配看可以變什麼 或者是什麼精靈龍可不可以交配 反正只要性別顯示是無的 就是不能交配 傷害好像還挺高的耶 我們打一下三角龍 93滴 哇我覺得我會死耶 我會死嗎不會 九十幾 來啊 我會打他168已經是打到他的弱點 尻他的頭 欸不對他弱點應該是他的腳 因為他身上所有的硬殼都在他的頭部 把他弄死了 有沒有頭骨skin啊 噢 噢 骨製跟鐵製混在一起的 哇這根本就是 刻意的安排啊 上天的安排你知道嗎 啊我做出來了 東西在哪裡啊 根本是上天的安排啊 其實還蠻醜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還以為他顏色是白色 我覺得到時候用刷漆把他刷成白色好了 喜歡的建築物上顏色 他好像只能上建築物 他不能上裝備耶 好吧我覺得我們還是找時間 雖然我們刷子有做出來了 好 這其實還蠻醜的 我覺得我們還是找時間到他 把他開有沒有辦法把物品上顏料 好讓他變白色的會比較耐看一點 這要怎麼操作 好就這裡了我真的不管了 哈哈哈哈 到底能幹嘛 抓取巨人 抓取巨人 哦兩隻巨人就這樣上去了 有沒有看見各位 哈哈哈哈巨人吊橋 然後呢我們要怎麼使用他啊 哦他動了他動了他動了 哦哦哦哦哦 哦哦還來入住 好突然覺得有點空虛 好放下來走 我們就可以站上面 死 過 以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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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至少看起來有模有樣了 好只是我這邊跳不過去都會摔傷 好大概就這個樣子 這就是 啊咱們的 好這什麼來著 巨人吊橋 好爛的設計喔 我覺得這種如果蓋在空島 用這個巨人吊橋 就屌 絕對屌 會有一種城堡的感覺 但是我們這邊又不是城堡 只是一般的 啊死老百姓住的地方 所以說用這個 感覺實在有點奇怪 有點突兀啊 那我們下一集呢 再看一下準備要幹嘛 那我的秘密的計畫也是在 一致在進行當中 好各位敬請期待 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換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方舟方塊世界再見啦 掰掰 我們下一集